如果我希望留下 其實主要是B欄跟C欄 A欄其實是其次的 如果要留下這些資料的話 當然幾個方法 我後來發現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游標先放A1 然後把它排序一下就可以了 排序的話就A到Z 資料裡面本來常用切到資料 把它A到Z的話 你會發現它就幫我重新排序 排序之後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 它就會怎麼樣呢 它就會幫我把日期 因為日期裡面有年、有月、有日 月跟日好像是中文的 所以它會排在下面 所以你會發現年的部分會排前面 剛好就是我們要的資料 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你說剛剛的月日跟週期 Ctrl向…這個啦 B欄的地方Ctrl向下 B欄的地方Ctrl向下 那你會發現 它到第幾列呢 2144列 這個底下就沒有東西 為什麼 因為月跟日的地方 它的那個什麼 B欄跟C欄都沒資料 所以它會停在這邊 所以我們只需要讓它排序完之後 然後再來把這個底下 22144的下一列 一直把它選取 按SHEW的鍵 選到哪裡呢 選到最下面這邊 通常把它刪掉就可以了 選到應該是什麼 A1的最下面一列這裡 把它選起來 按SHEW的鍵 然後按右鍵再把它刪除掉 不就留下我們要的 這樣OK了嘛 再來的話 再做資料剖析就簡單了 就把這個六個號碼 把它剖到這邊來 怎麼樣剖到這邊來 它中間是逗點嘛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把這個六個號碼 分開來的話 怎麼分開來 總不要跟我講 我們先這邊 比較備註這個不要 這個D1嘛 然後假設這個六個號碼 D1號放D1 然後按Ctrl鍵 向右拖拉 剛好就123456 六個號碼 把它藍寬稍微調一下 好 如果說希望把這個六個號碼 就幫我把它放在這邊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你不要跟我講說 點兩下 Ctrl C、Ctrl V 那是不是要做到什麼時候 總共不知道幾千號 OK 所以如果假設 你希望把這邊的六個號碼 放到這個六個儲存格的話 那你要直接想到一個功能 各位沒用過這個功能 叫做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的話 就是說它可以幫你把資料把它分開來 但是前提是 你必須要有一個分格符號 或者是一個固定的寬度 不然的話沒辦法分 OK 那怎麼利用資料剖析 把這個資料剖到這邊來 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記得把你要剖的資料範圍選 所以你把儲標先放B2 然後Ctrl Shift向下 意思是說B2選到底就對了 然後再來利用資料剖析 選什麼呢 選分格符號 然後下一步 然後它的分格 它會問你說 那你中間它怎麼分格 它這邊有個逗點 所以你打個逗點 然後把Tab取消掉 OK 然後它就會幫你把它分開 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 就按完成之前 記得 目標儲存格 記得 不要用預設的 預設是直接蓋過去 那我目標儲存格應該放哪裡呢 記得 請你把它選到 第2 為什麼呢 因為我這邊有1到6號 那我希望把這個6號碼 剖開來之後 就直接放到哪邊開頭 放到D2開頭 所以它會自動延伸到右邊去 OK 所以這邊記得 一定要把它改成 D2儲存格 OK 按完成 那你會發現 它很快的 就幫你把6個號碼 直接剖到這邊 OK 有沒有看到 所以 第一步記得一定要選對範圍 記得選不要選到B1 記得從B2 選到底 然後呢 把它按照 逗點的部分 把它剖開 OK 你會發現這邊就剖開了嗎 剖開應該沒錯吧 3號 18號 有沒有 33號 34 43 45 沒錯 OK 底下都對了 好 那最後的話 我們就把什麼 把中獎號碼這一欄 其實就多餘了 按右鍵把它刪掉 這樣就完成了 那如果你要來統計就很簡單 直接把這個 從B到H 這個就是號碼的一個範圍 那就可以利用上個禮拜 講的 直接就拿來做 我們要的那個動作 這樣就OK了 就可以統計了 那只是說啦 剛剛的動作有沒有發現 如果我把它Ctrl D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剛剛的這些動作 變成VBA程式的話 因為我覺得 如果已經做了嘛 後面如果全部都可以一鍵完成的話 那這樣感覺會滿好的 不然的話 好像只有剛剛是P次大多多下載 但是排序有沒有辦法 其實也是有辦法 那當然我剛剛做幾個動作 還記得吧 第一個的話呢 或者你可以Ctrl D復原 或者是說你可以重新下載一遍也OK了 那所以我剛剛第一個動作是 游標放A1 然後呢 把它怎麼樣 把它做排序 所以第一個動作是 資料 然後A到Z 有沒有 OK 第一個動作 那這個動作的話 如果要把它寫成VBA的話 應該怎麼寫 其實也滿簡單的 當然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你可以用錄製聚集 可是錄製聚集的結果 其實程式會非常非常冗長 至少十行以上 可是實際上如果你會寫VBA的話 其實只要寫一行就好了 剛剛那個動作 你其實只要寫這一行就可以了 OK 所以如果假設法 我們要把它改成自己寫的話 其實只要寫三行 那第一個排序的話 如果你要自己寫的話 首先第一個呢 你先寫一個叫SUB叫做刪除不要的列好了 這個名稱我自己取啦 反正你就取一個名稱自己看得懂 OK 好 那如果你要做剛剛的動作 要怎麼寫 第一個 當然我先寫一個 我要排序的那個儲存格 它在以哪一欄 那我用A欄 所以我用A1當成是基準好了 如果我要做一個排序動作的話 我先把它Ctrl-Z好了 Ctrl-Z 我如果要做剛剛的動作的話 那首先的話我游標放A1 然後排序的話是點Short 點Short的意思就是排序啦 那排序的話你必須要給它三個參數 其實就可以做完剛剛的事情 第一個參數就是你的Key1在哪裡 意思是哪一欄 那通常會以哪一個 以那一欄的第一個儲存格當代表 所以我就直接把RangeA1 因為我要排序的是A欄 所以我直接把它當代表 好 Key1就有了 OK 痘點 第二個的話他問你第二個 有沒有發現這是粗體字 他問你說 那請問一下你要怎麼排序 那排序的話其實不就是D真 不就是D- 如果你是D真的話就是XL Ascending 那如果你是D-的話是XL Descending 那你說老師那個XL Descending 這個字太長了 那如果我怕打錯怎麼辦 跟各位講 其實我是覺得VBA還滿貼心的 你只要這邊打一個X 它會跳出D真還D- 不過你可能要自己記一下 Ascending就是D真 Descending就是D- OK 所以我要D真 所以我就這個Ascending 然後第三個參數可能要加一下 有沒有標題 所謂的標題就是說 上面有沒有藍位名稱 有嗎 所以你可能要跟他講一下 那他的藍位名稱 參數應該叫head 這個在這裡 這個他是在放在比較後面 所以這個參數名稱 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叫head 所以你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head 冒號等於 冒號等於 冒號等於就是前面是他的參數名稱 後面的話就是你要傳什麼參數 我有沒有那個head有 有的話就xlyes 所以選這一個 不過它裡面有一個是什麼 xlgas 不知道我從來沒用過 gas就是他會自己幫你拆嗎 我不知道 那我們有的話就直接跟他有 ok 這樣的話如果你執行這一行 就等同於什麼 如果你執行這一行 他就等同於直接幫你把A欄做D真排序 你可以先run一下 ok 比如說這邊我執行給他 我用F8好了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一行執行完之後 得到的結果就剛剛的 一模一樣的結果 那你把它Ctrl向下 這邊的話2144 所以你要刪除的列應該從哪一列開始 從這一列向下追蹤 有沒有 B1向下追蹤 加1 從這一列開始 到哪一列結束 到A1向下追蹤 Ctrl向下 到這個的結束 所以啦 再來一樣 我都要刪除 因為我們剛剛是人工的方式刪 可是如果你假設 要用程式的方式去刪除列的話 那你可能要多學一個叫Row10物件 Row S Row10就是列啦 然後如果你要刪的範圍跟他講一下 我要刪的範圍是 剛剛我記得好像是2145到多少 這個應該是6501嘛 OK 6501 那跟他講說 我要從這一列刪到這一列 後面加一個點的例子就可以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幫你把它刪除了 不過記得啦 他這裡面不是放數字啦 應該記得要把它前後加上以後 意思是說啦 我要從這一列到這一列 記得喔 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前後一定要加雙以後 幫我刪掉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這樣子執行他這一個範圍 就幫我把它刪掉了 試一下喔 這個 把它按F8 有沒有發現 瞬間呢 這個範圍的資料就不見了 有沒有 所以Rose 然後這個 跟到這個 點的例子 它就刪掉了 OK 所以滿方 我試一下喔 所以剛剛 所以最後其實只要兩行喔 就完成剛剛的動作了 執行一下 所以我重跑一下好了 這個重新下載 那這兩行的話 其實雲端上有 把它先弄一下 OK K怎麼會是 Ctrl向下 我剛剛Rose 我剛剛沒打 我剛剛Rose打這個 要點Rose 他以為要抓裡面的資料 這可能要改一下 這個後面少了 點Rose 就是要取得 不是取得裡面的資料啦 是要取得 他的列的位置 OK 把它重跑一下 那這樣的話 其實 二個page 抓下來 然後一樣呢 怎麼樣 幫我排序 排完序之後刪掉不要的資料 這樣就OK了 不過這相對起來 比起前面的課程 難度又更高 因為基本上全部說程式處理 所以跑完這個之後 再跑這一個 這樣就留下我要的資料 再來就是資料剖析了 OK 好了 請各位先試一下 這個刪除不要的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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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